學員專心寫著筆記 吸收足語知識 苗栗縣賽下語教師語言認證真能研習 今天在苗栗南莊國中舉行實驗室 規劃五天的足語課程 目標培育賽下足語吃資 我們針對這幾個部分去做口語 聽力 寫作 然後閱讀逐步來加強 加強之後最後面優級的部分 我們最後一天 應該是第三天的下午到第四天 我們做一個重點再再回顧 教師放眼望去 學員年齡層相當廣泛 足語老師發現 年輕人不善於口語表達 年長者則是在文字書寫上比較吃力 不過人不檢老師及學員學習足語的動力 因為我們可能從母音子音開始學的時候 就是會講得太清楚 回到部落人家會說 你們講得怎麼那麼奇怪 希望更能夠融會關通 心裡面想要說什麼都可以立時地表達出來 可能就是在自己摸索的當中找不出重點 所以希望藉著這一次的研習 能夠達成我的目標 考上高級的足語認證 對 我就是比較想要訓練自己的書寫能力 對 在口說是我會比較害羞 會講 可是我會比較害怕 像我自己本身就會害怕就是自己說錯 然後長輩會嘲笑 站在台上的那個台風吧 因為我本身是教就是國小 希望透過這一次的上課 然後讓自己不管是在口說或者是書寫上 可以讓我自己更加油一點 把一個字一個字拆開來 甚至我用結構的方式 因為現在孩子都有學過英文 那就是讓他們可以很快從英文轉介到主語這一塊 會唸之後再了解意思 後來再從這個意思裡面再衍生出很多不一樣的意思來 此外 也有來自新竹地區的賽下族人報名 雖然課程仍以認證提行教學 但也會請學員分享方言差異 讓彼此有交流學習的機會 尤其新聞 阿拉斯烏六 苗栗男裝採訪報導